小黑贝快来吧 哎 真的是黑贝 哎呀气死我了 小赵你怎么了 我都拆了 他和小爸爸的糖 还是没出黑贝 哎呀 这个拆黑贝是有诀窍的 要挑标的小赵赵 真的假的 你以为 不然那些粉丝 怎么可能有200张500张黑贝吗 那我来看一看 这盒不行 这盒不行 翻下面一点的 这盒 这盒肯定能做黑贝 真的假的呀 看我等一下给你拆出黑贝 屏幕前面的你们 都有多少张黑贝了呀 我目前黑贝 只有三张 还是之前拆出的那三张 我也太可怜了吧 不像某些人 说自己有200张了 太羡慕你们了 那我听说呢 左边好像更容易出黑贝啊 我先把左边拆了吧 黑贝黑贝 快来吧 我的小黑贝 小贝 好卡 先放一边 我们最后再看 一张白贝 去猫第二弹里面 中了五张白贝以后 就中不了黑贝了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又是一张紫贝 现在我脚底下全是 小王宝利的废卡 又是一张白贝 紫贝 我把白贝和紫贝分开放吧 一会儿分开看 白贝 三张白贝了 又是一张白贝 四张白贝了 现在猜右边这一列 紫贝 小黑贝 快来吧 我太喜欢小黑贝了 看看挑标的这一盒 会不会中到 黑贝呢 紫贝 紫贝 小黑贝快来吧 哎 真的是黑贝 哇塞 先放一边 把这烤包全部拆完 最后咱们再看看 那张黑贝是什么卡 还有最后一包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今天都拆出了哪个卡 先看紫贝吧 皮皮 柔肉 从年女王 碧琪 梅尔 苹果加尔 睡龙 睡龙 现在来看白贝 也就是育儿卡 紫月公主 天情绪玄 DJ小马 苹果加尔 最后 我们来看这张黑贝 是哪一张 哎 哎 这个边 会是哪一张呢 哎 哎 碧琪 这张新儿卡呢 我有重复的一张呢 但是没关系 多多一散嘛 那有喜欢小我 利益卡片的粉丝 有没有人想要这张黑贝的呀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评论 我先把它放在卡车里面吧